八成的民意 支持廢止死刑 支持维持死刑 反对廢死 我13位候选人 唯明确表达 我反对廢死死刑 因为我是一个社会治安的守护者 我坚持司法正义 保护受害者 这时候永远不变 所以你如果要改这个法律的事情 要考虑民情 所以今天你也在问民进党 你准备八年 执行过两件 现在还没执行的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用你们自己订的一些办法 然后实质上是在废死 现在管理里面 要几个人 我当然要办过 这些人 对我们受害者如何交代 你看 我们的杀警夺枪 台市警察 怕市警察没什么事 要在那里 所以这些是不是该执行 是他们要执行一个功德 你们两个是积极 会死还是反会死 请赖清德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侯市长 台湾现在没有会死 这个议题不仅仅是台湾 在国际上也谈了很久 在任何地方 废死都需要非常高度的社会共识 2009年 台湾施行人权两公约 也是从马英九 前总统时代开始 虽无强制要求废死 但要求在死刑的执行上 要严谨的程序 从人权角度 台湾现行司法 在死刑执行上 有一套非常缜密的程序 很多人不希望废除死刑 我理解大家心中的不安 但我们仍应回到问题源头来改善 最好的形式政策 其实是社会政策 我们必须承认 有做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地方 跟中央未来共同合作 面对这个问题 让社会的力量 都能够好好来参与讨论 那第二个是 就是刚刚侯市长问我说 我2014年去上海 有没有接受落地招待 我明确可以回答你 没有 因为我那一年是因为 陈陈坡台湾本土画家 120岁明诞纪念 他在上海学过画教过画 所以我们办了三国五个城市 包括台南台北 上海北京还有东京 五个城市作展 我身为台南市的市长 所以我前往上海参加活动 都是台南市政府的公务预算 我们没有接受落地招待 这部分向你特别说明 你刚刚谈到我们家的房子 当然 我觉得民众可以这样讲 但你不行 因为你是地方政府的首长 你手上握有都市计划 检讨的权利 你从来都没有提过 这个你应该要好好了解 接着请柯文哲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死刑这个议题 在台湾社会的确是一个争议很大问题 你要知道 台湾每个公共政策 一致度这么高的 你现在去做民调 大概都八成以上赞同 为什么 这个叫一个华人文化 从那个汉高祖进高中 进那关中 云云约法三章 杀人则死 伤人及到底罪 所以这种死刑 有它的政治文化的基础 我也知道说这个问题 在我们这种华人文化圈里面 它是一致性非常高 有一次我去欧洲议会 就遇到那些议员 一直来跟我游说 他说你们台湾 希望我们帮你 你们台湾怎么自己有死刑 而且你们还是 虽然你们不能签他什么两公约 可是你们自己都说 你们愿意遵守两公约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它就是一个 我们知道有一个名词 叫政治文化 什么意思 像美国人 他枪就进不掉 为什么 因为当年五月花号 到英格人地区 从英国那样过去 第一个冬天就死掉三分之一的人 他没有怨恨吗 没有 是你自己愿意来的 所以美国从一开始 他的政治文化就是 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 竞争主义 所以为什么美国人 不会戴口罩 枪进不掉 但是我们也不会去 一直责怪美国人说 你这个那么暴力 为什么枪不进掉 所以同样的 你知道 的确 死刑在 不管在大陆 在台湾 甚至我像在花恩地区 这是有文化基础 那么 这是我们很特殊的文化 可是要面对世界的压力 怎么办 你知道 我目前想的是在 折中放案只有一个 如果真的要 不执行死刑 那你就真的要终身监禁 不能放出来 你不可以判死刑 变成那个 后来关关关 15年 甚至在还不到 关不到15年就放出来 因为这个让大家不满意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